大家好,今次開箱是SHF IRONMAN Mk I BATH OF IRONMAN EDITION 是10月的雲限產品 立即訂閱玩樂聯盟,接收更多玩具開箱影片 今次的外盒使用了密封式包裝,無法驗屍 正面在銀背景配上Mk I的全新圖 相片搞到黃黃橙橙 背面,官網宣傳圖,整個盒都用了燙印效果 可以見到,盒比較厚 拿上手都有些重量 盒雖然有重量,但配件其實沒多 除了本體之外,有眼部零件 一對替換手,一對火焰噴射特效 腳部噴射特效件,以及收在底的 噴射底座 速自電影IRONMAN 取材是TONY被人綁了之後 困在山洞中打造Mk I裝甲 反擊和逃出身 充滿標誌性的裝甲 複雜構造和粗糙的外形有著獨特的魅力 可以說是TONY是MCU最特別的一套裝甲 也象徵著傳奇的開端 將Mk I拿上手,比喻要中輕 主要原料是膠 塗裝上做金屬色和舊化 從頭開始看 樣子黑滑不錯 頂部有些粒痕 一些邊位想塗上黑色的污漬 中間的眼洞雕刻得較深 有空間感 像沒有人的空殼 轉到後面看看,同樣有些粒痕 舊化的痕跡 頂部巧妙地將分母線融入其中 凸起的小線中,中間是可以拆開的 模擬TONY穿上裝甲可以裝上眼部的零件 它不是一個平面,是立體的 由於部份的臉很難去評論 切不切本人 裝上方法,將面罩拿下來 再裝上眼部的部件 然後將面罩放好就可以了 可以隱約見到面罩下面的眼 唯一要投訴 沒辦法重現電影中揭起面罩露出的樣子 個人覺得這個價位應該負上非常失望 將SHFTONY負上的Mk1面罩拿來比一比 可以見到 TONY版的銀色比較光鮮 嘴巴都是不同的黑滑 頂部的粒痕都較淺 證明前半面罩是另外開心模式製造的 看看身體了 整個身形不夠滑 貼片的拼湊、子彈痕、塗裝都不錯 中間的反應龍完全沒有細節 即一個圓圈 反應龍的周邊反而細節又不錯 旁邊可以見到隱約有些電線 下面三塊貼片搭在一起的T字位 造型沒有問題 類似拉鏈的細節都有做出來 手臂的裝甲也有不錯的細節 啡色的小瓶顏色都總過橫圓 小瓶有條板搭在下面的火焰發射器 另一邊 手有著醒來的紅色飛行按鈕 但沒有做出到收納在手甲內的紅色小飛彈 下方同樣有火焰發射器 下半身腳部造型和圖裝都保持SHF質素 旁邊有動力的裝置 這個細節位黑滑算不錯的 另外要說 塗裝綜合不同的處理 營造出不同的質感 而這質感在燈光反射下是很不錯的 腳部的護甲也有做出不同程度的粒痕 小腿的護甲後面有些機械式的隱藏精密細節 可以在大規模裡看到的 腳掌比較大 有黑滑到紋路和鍋釘 設地性穩定 加後背 另一個重點是散熱裝置 上方塗色拱形印有STARK的貼片 加了一些瘦斑 下面散熱裝置 老實說 以這個大小比例 有著這麼精緻的細節算是有膠袋 可以見到當中有銅線和駁過去一些管 其餘部分和前面差不多 偶爾有電線或者管路出來 要剃緩或調整手掌 需要先把手臂的裝甲射下來 抹抹插插槍是高危的動作 射下來後可以見到啡色的手 另一隻手都是圓的 不過可以射下底的塊 看看噴射火焰的特效 透明的黃橙漸變色 樓端有一個夾位 可以躲在手甲中間 外觀上好像下面噴火出來 雖然有一定的重量 但也不需要支架扶持 算是這樣的 另一個是起飛時 腳下噴射特效 橙色實心圓柱體 頂部是白色象徵噴出來的白氣 根據Mark1的腳形設計 套著腳的地方 底下有粒位用來裝上底座 底座由中間的黃漸變成橙色 造型好像熔岩漿一樣 中間兩個凸起的透明柱 把剛才的兩塊裝上去 放上Mark1就完成了 都算有模擬出起飛時的效果 那種大能量釋放的表現 可動方面 頭能夠左右轉動 仰視角度一般 虎視角度0 腰可以左右轉動 但無法前或後傾 畢竟身穿後裝甲都很難彎腰 算了 手臂上台不到90度 肩膊上裝甲能夠揭起 免得擋住手臂 手臂能夠轉動 手搭關節屈曲 手掌都可以調節 臂有蝴蝶式關節 下半身方面 腳能夠向橫踢出大幅度 膝蓋都可以輕微屈曲 後踢的幅度普普通通 腳掌都可以調節 左腳的裝甲都可以散微動 最後補上Tony和Mark1的高度比較 都算合理 今次的SHFMark1造型和圖裝都有好表現 用色和電影相近 舊化圖污效果不錯 但內容物令人失望 Mark1輕飄飄無重量 體型也不夠巨大 沒辦法揭起面罩露樣 即是拿配件臭數 在高定價之下 這樣的內容 實際不禁運一句 就這樣 你又有想法 在下面留言 記得訂閱頻道 like和share 出賣SHF Marvel的playlist 下次再見 嘿嘿嘿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